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纸巾吗 有 有 请问您找谁啊 你新来的吧 对 怎么了 两人都认识我 小姐 冯总在吗 您稍等 我先去看看冯总会课结束了没有 对了 您尊信大名 你就告诉他 小豆虫来了 等等 是南山茶庄的小豆虫 您稍等 冯总 来了一位小姐想看看您 什么 什么小姐 她说她是南山茶庄的小豆虫 问有小豆虫小蝗虫啊 我不认识 那 冯总 冯总吧 滚蛋 对不起 对不起 冯总正在忙 她没空见你 我看见她忙什么了 驴子看了书干瞪眼 就是她不忙 她不想见你 行不行啊 她为什么不想见我呀 实话告诉你吧 冯总压根就不记得南山茶庄 更不记得什么小豆虫啊 小蝗虫 她敢不记得我 这位是冯太太吧 冯总没有给你提起过我 也是啊 她怎么会给你提起我呢 喂 你不能进去 谁让你进来的啊 出去 冯总 不带你这样的 我伺候您大半年 你居然不记得我了 不 你们也是 谁让她进来的 我在商场逛街 然后 先把我的脚给磨破了 我就想上来看看您 顺便养养上 以后再来看我 我这忙着呢 我都进来了 冯总 你不请我吃个饭呀 你们这儿的员工餐不错 我记着呢 来来来 来 拿着吃这个 好 想上吃什么吃什么 好吗 快快快 小豆虫去吧 你要是想歇歇脚 就跟我来吧 冯总在工作 他真的很忙 来吧 我给你弄点喝的 然后再给你看看脚 走 我叫赵益晴 是冯总的秘书 我叫赵益晴 是冯总的秘书 我叫赵益晴 是冯总的秘书 穿这种鞋 能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吧 可不 可是这种苦 也得分是怎么吃啊 我说 可不太划算啊 怎么不划算呀 现在的男的都喜欢你的穿高跟鞋 我那时候要是不穿高跟鞋 冯总就跟他说 小豆虫 你是不是穷能没钱买鞋了 怎么穿这么稠的鞋 给我换高跟的去 是吗 可不 我看这苦 也不是人人都能吃的 可不 我可能吃苦了 冯总这人呀 是别人睡觉的时候他不睡 你得陪他聊天 给他热东西吃 还得陪他看电视 要是他睡觉了 你就得静游着他睡 要是有一点声音 他就大发脾气 我这苦 可不是谁都能吃的 那你要为什么离开他了 我 好像 有一次他出去 我和他一起去了 我忘了是去广州 还是深圳了 反正他走的时候 就把我一个人丢那儿了 给了我一笔钱 好像给我订了一张 头等舱的机票 反正我从外边回宾 监管的时候 他就已经走了 那你不恨他呢 冯总和其他人比起来 他算是对我最好的 他对我可大方了 舍得跟你花钱 就是对你好呀 你足迷那些 抠门的强吧 我告诉你啊 冯总有可多女朋友了 可是他对他们 都不如对我好 好了 好多了 好多了 那你就快走吧 自己去吃点饭 冯总一会儿还要出去呢 肯定不会陪你了 谢谢你啊 你给冯总说 我下回再来看他 等一下 这是我的名片 我看你人还不错 等以后他不要你的时候 你给我打电话 那我带你出去玩 妈妈 你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老婆跟儿子都在这儿 我怎么不能来啊 妈 我爸给我带了好多好吃的 作业写完了吗 早就写完了 爸爸还跟我默克玩了 早也写完了 嗯 写完早就早点睡觉 明天还要早起 去上学呢 嗯 爸爸玩 嗯 行行 我去给你捣点吃的 我去给你捣点吃的 啊 吃过了 那吃点水果吧 不用 益勤 别跟我赌气了 搬回去吧 咱们是一家人 分开注算怎么一回事 要是还生我的气的话 那就发我睡客厅 你们娘俩是我屎 这行吗 你每天上班 还得赶回来 给小姨做一日三餐 咱们那招待所不是有食堂吗 想吃它好吃的也方便 你要是担心孩子上学的事 我可以每天接送她呀 时间不早了 你也要回吧 别到时候因为拦我们这儿 耽误了那厂子里的大事 我可付不了这几个 我会有事 等你有时间咱们去民生局 把手续包 这事儿 我还真就帮不了你 借款协议你认可了呀 是不是 那你现在得跟我说这个那个的 那我也没办法呀 咱做人做事得讲道理对不对 强哥 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那什么 那个我相信你啊 你肯定有办法 这么着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OK 就这样 好 就这样 哥们儿 喝茶呀 喝呀 我来是 我都知道 你都困难了呗 资料我都看了 没问题 你找我就算找对了 我跟你说 我们这儿啊 跟银行比那可分辨多了 手续简单 放款也快 专门救急 你拿着钱啊 你爱干嘛你就干嘛 我管不着 我也不问 反正啊 你按时还钱就OK 那行 那利益什么的都清楚了吧 清楚 都和我说了 那OK了吗 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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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他们来点真格了 真与我吓死 来 连满大力 您收拾 好好好 那什么 那个 那什么 你别这样啊 你赶紧去买 买人意味 好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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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强哥 没事 哥们 有烟吗 不好意思 我去 人不抽烟 买一条 买一条 行 谢谢强哥 没事没事 那什么 哥们 你呀 不用担心 跟我们这伙子 信讲信用 是最重要的 只要咱们彼此啊 都遵守契约经人 那一切都 都 OK呀 行 我今天过来 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 我回去再想想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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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回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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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朋友吗 打扰我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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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都来了 干什么 连长 你先别生气 我还是想叫你上连长 这些都是大家一点心意 这边是我们哥儿几个凑的 那边是老孙他们凑的 厂长 您吩咐的第一个月工资已经发下去了 这钱一发 工人们的情绪都稳定多了 可是我们都清楚 您咬牙发的这笔钱有多难 我们大家一起商量了一下 凑了些钱 我们愿意跟厂里跟着你 共度难关 对 对 对 是的 对 对 你们真是干什么 都要养家糊口呢 拿回去 我自己有办法解决 真的 厂长 杨勇都跟我说了 他们不知道 可我 杨勃 连长 怎么了到底 你们赚点钱都不容易 我有办法 相信我 你又没好好休息吧 我这个病 休息 休息就在那样啊 你以后看点药物啊 找机会我得好好说说某剑柱 到他肠里怎么把你给累成这样的 哎 不许说啊 你 你不许说他啊 您现在还护着他呢 这 这你就甭管了 我今天来啊 就是希望你能帮我解决点问题 你 您可别制造问题啊 看出来了 您现在跟他是一伙的 喝点热水 沐建峰 不容易 创业多难呀 压力多大呀 尝到最后 真被压趴下了 说不定就是因为 一根稻草 沐建峰 会被压趴下吗 没钱 没权 光凭着雄心壮志一腔热血 你说他能走多远啊 花药上的天呐 现在沐建峰还没撑起来呢 他是 是 直击腰站立场 还是 直接被压趴下呀 还真说不好呢 怎么还这么看着我呢 舒教授 您会跟他一块儿扛过去的 对吧 我想 住几天医院 您是想躲亲近吧 我们医院 病房太紧张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知道啊 你就是想让我这把老骨头 陪着你那位亲密战友 在那儿站着 行 走了 你 我 好像安装 你看 我 也有 不在意 你 我 我 说 你就 哪有 你 我 我没给您看药吗 你 你 自己看 你想什么在新的 女儿 给我留着点 你怎么回事啊 打我管用吗 打我就不烫了呀 傻子 这别人挣什么钱 发什么家 我不羡慕也不嫉妒 那都指不定拿啥换来的呢 我可不想那样啊 你老大不想了 该消停消停 过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 那日子就得过 安安稳稳地过 小姨啊 爸爸现在在忙 先不跟你聊天了 过两天啊 爸爸带你出去玩 好不好 对了 爸爸 妈妈让你周一去 去哪儿 妈 去哪儿啊 你爸知道 爸 我妈说你知道去哪儿 放心吧 跟妈妈说爸爸知道了 嗯 要听妈妈话啊 爸爸去忙 先挂了 再见 嗯 再见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考试的时候认真一点 别马马虎虎的 交卷子之前检查一下 别漏了 妈 我要考一百份 你和爸爸能帮我去动物园吗 好啊 到时候你给爸爸打电话 跟他带你去 好吗 嗯 哎 莫小姐 这儿有您的快递 嗯 哎 莫小姐 嗨 本地的 本地的 这人我不认识 他说好像是一盒高级点心 谢谢 您签个字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阿 阿 阿 住 住 不要 不要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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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敢犯了 去哪儿 放件衣服 这边 好 哎呀 琴子 真没想到呀 凭我们这条件 你能来这么大的公司上班 也是巧了 刚好冯总想找两个 像我这样会散打的 给他做专业的保镖 好 别人看着巧了 我心里还没舒服 这边 嗯 龟哥闹你啊 还是你的眼见 哎 想到您 咱们的散打队那会儿 属你最能的吧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我就跟你提了一嘴 你还真把这事 给搁到心上了 咱们散打队 一共才有几个人呢 又都是相里相亲的 琴子 我俩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 说什么呢 还不知道行不行呢 嗯 我接个电话 嗯 好 嗯 嗯 嗯 喂 一群 你今天有时间吗 我想找你谈谈 我今天 挺忙的 我想了很久 我有些话必须要现在跟你说 我 今天真的不行 我正跟人说话呢 不会占有你太多时间的 我很快就可以到你公司了 我想 待会见 喂 喂 秦长 你这边要忙的话 我俩今天就先撤了 没关系的 咱们这么多年没见 多难得的机会啊 嗯 你们先看看吧 熟悉一下环境 千万可别耽误你事啊 对啊 不会 我去接个人 好 随便坐 好 喝点什么呢 不喝了 坐吧 这么急找我 是出什么事了吗 严谦 我不离婚 我失去创业了 可是创的连家都没了 这真的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没有小姨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子的话 我宁可没有穿业这回事 严谦 可我要是听了 我这就算 败在这儿了 那些 跟着我干的老虎连战友 那些刚有了工作的原件工人 都让华耀走上正轨 所以我就 你是因为我跟孩子 如果是这样 你会恨我一辈子的吧 不会的 我一点都不会怨你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先回家了 等等 你走吧 我不再拉着你了 你去干你自己想干的事 所有的 我要回家了 我都说了我不会离婚 你去干你自己想干的事 不离婚 不离婚给我一句话 我要娶你 我要报答你 爱过我吗 爱过我吗 你现在说什么呢 你听 我都已经跟你过了十年了 连孩子都有了 你说呢 就是因为已经过了十年了 所以我要知道 我 是你爱的那个人吗 是你爱情归宿的终点吗 正面回答我 你以前 我们已经过了十年的日子 你还用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干什么呢 不是虚头八脑 因为要自己过 所以我要知道 你 爱我吗 回答我 那我可以怎么告诉你 从我跟你结婚的时候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你扔在半路上 我跟你 结婚就是结婚了 过 就过一辈子 我只想做一个好招呼 做一个好朋友 心里要是有爱 你可以做好一切 没有 告诉我 爱还是不爱 一切 连骗我都说不出口了 我这辈子跟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 爱着过是一辈子 混着过也是一辈子 你还打算跟我继续混下去吗 您敞凉啊 真大 这公司 休息室都这么多的书啊 哎 过来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不想再跟大罪账了一起 我累了 我好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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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我想找个地方睡回去 刚才那句话 不肯回答我 没关系 回答我另外一句 对 涉外公寓那天晚上 你跟茉莉 你 平儿 很无聊 对 我就是很无聊 能满足我这个无聊的愿望吗 告诉我 涉外公寓那天晚上 你跟茉莉 到底有没有 你打住 你无聊头顶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侮辱我 侮辱茉莉 也侮辱你自己啊 你怎么样才能相信我吗 我就跟你说了无数遍了 我跟茉莉 真的只是占有 占有 占有 请 我跟她真的非常地纯粹 也非常地干净 好 那我想知道 如果没有我们这对夫妻关系 你跟茉莉再次重逢 还会是单纯地占有关系吗 还会那么纯粹那么干净吗 你们心里 应该比我更清楚了 茉莉 你相信我 你身上有你独特的魅力 是平儿取代不了的 你何必那么代意它的存在 你真的是有你独特的魅力 你自己看不到 我 求你 别再这么痛苦了 这样你会绕不了我 绕不了它 也绕不了你自己 可是我的好 是你不在意的 对吗 走吧 走 走走走走 请 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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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事吧 没事 有事没事的你倒是跟我们说嘛 我们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你说出来 多少心里能舒坦点 你这么憋着该憋出毛病来了 刚才来找你那男的我们都瞧见了 他是你老公吧 说吧 他到底怎么欺负你了 没有 其实这事也不能怨他的 是我的错 我们俩这段婚姻 他从头就是错的 你俩 你俩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 不是啊 你傻呀你 肯定是因为那个叫茉莉的女人 你刚才没有听到她听茉莉这个名字好几次吗 茉莉 茉莉是谁啊 秦子 军医大分当我们部队的医生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卫生员呢 其实他那人挺好的 人长得漂亮 性格也很开朗 就是他看哪个男的一眼 哪个男的就会觉得 他要对人家有意思 这么瞎走的事情 你也干得出来 你谁啊 我们开会呢 你怎么嫁的 出去 冲家 他是我先进 你们都去忙忙 干什么呀 谁招惹你了 跑到我这来质问我 莫名其妙 这不是你记得吗 我 茉莉 你觉得我郭东海 会有时间去干这种无聊的事情吗 行 你要把我看成这种人的话 那有件事情 我也得问问你 我后来才知道 在咱们离婚之前 有一个女人在社外公寓打了你 她是谁 还有一个男人和你一块儿 进到了我们的房间 她又是谁啊 无聊 你还真别说啊 我现在真的特别想知道 这到底还有谁 谁 比我更着急要报复你呢 谁啊 你瞧瞧 你自己瞧瞧啊 这得多大的丑啊 前妻 你不简单哪 这么重要的证据 千万不能占上我的指纹 要完真说不清楚了 是吧 所以呢 还得麻烦您 怎么捧来的 怎么捧回去 我们公司的垃圾桶啊 也装不下这玩意了 哼 先开门 再开门 再开门 文婷阿姨 这个叔叔是谁啊 剑云 谢谢你 让我跟文婷在一起 你们 你们怎么又在一起了 我们好好的呀 那天跟莫大夫 那就是个误会 文婷这么好的姑娘 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玉婷 爽学学 文婷阿姨 原来这个是你新男朋友啊 拜拜 我先走了 文婷 夏老班我找你啊 周柏林 周柏林 警告你啊 门庭的状况你是很清楚的 他没有脑子耍心机 也没有脑子撒谎 所以 如果他恋爱了 交出去的不是爱情 是命 你为什么死白来 非要跟他在一块儿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拦不住你 但是如果你敢欺负他 我 我们这些战友 饶不了你